对于拜仁来说 球队本赛季的表现只能算是重归重举 在联赛积分榜上 他们已经拥有了9分的领先优势 在联赛还剩13场比赛的情况下 拿到冠军奖杯似乎只剩下了时间问题 不过 在纳格尔斯曼的带领下 拜仁的状态始终无法长时间保持在高水平上 每隔几轮他们就会输掉一场比赛 本赛季的输球场次已经达到了三场 这样的状态应付联赛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在抢手如云的欧冠淘汰赛当中 拜仁这样的特点还是让外界替他们捏了一把汗 不过 拜仁本赛季状态不够稳定也是受到了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 比如伤病问题 两名主力后腰基米西和格雷茨卡都因为伤病长时间缺阵 尤其是格雷茨卡 他已经大约两个月没有代表球队披挂上阵 主力左边后卫阿芳索戴维斯 也因为伤病缺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比赛 在这个位置上 由于萨比策很难达到球队的要求 因此纳格尔斯曼在多场比赛中不得不选择变成三后卫阵型 由于拜仁在联赛当中的实力优势过于明显 即便部分球员对这个阵型并不太适应 也不足以影响球队赢下比赛 不过队内主要的中后卫只有乌帕梅卡诺俱乐以及卢卡斯 埃尔南德斯 一旦出现受伤或者停赛等情况 纳格尔斯曼在排兵布阵上将受到很大影响 然而乌漏偏逢连夜雨 就在这些伤员尚未归队的情况下 诺伊尔的受伤无疑让球队雪上加霜 从当前情况来看 接受了手术的诺伊尔缺阵的时间不会太短 根据统计 当诺伊尔出场时 拜仁的胜率达到了77% 球队平均每场比赛只被对手攻入一个进球 在37%的比赛当中没有失球 而在诺伊尔无法出场的比赛当中 拜仁的胜率明显下滑 只有46% 平均每场比赛的失球数上升到1.2个 只有18%的比赛能够零封对手 在诺伊尔因伤缺阵的时间里 如无意外 33岁的沃尔赖西将会获得更多机会 不过 从本赛季在联赛当中唯一的一次出场情况来看 他的表现并不理想 好在拜仁欧冠淘汰赛首轮的对手实力一般 沃尔赖西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考验 拜仁只能寄希望于诺伊尔能够赶上欧冠淘汰赛次轮的比赛 不过 拜仁方面也有不错的消息 那就是在格雷斯卡受伤的情况下 托利索的表现完全超出了预期 这名中场球员在来到球队之后 表现始终不尽如人意 本赛季前甚至非常接近离开球队 不过 当机会到来之后 托利索还是抓住了机会 他已经坐稳了球队的主力位置 在过去的四场联赛当中 贡献了两个进球和一次助攻 其中三场比赛的评分在7分以上 有一场甚至超过了8分 可以说 托利索的出色明显最大程度抵消了格雷斯卡缺阵给球队带来的不利影响 拜仁方面表示 他们已经准备开启与托利索的续约谈判 这在本赛季初期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不过 即便能够顺利留在球队 托利索也必须提升自己的状态稳定性 而在后卫线上 本赛季俱乐的表现基本达到了要求 不论是在中卫位置上 还是在右后卫位置上 他都能较好的完成任务 对三后卫阵型以及四后卫阵型的适应 也都不存在太大的问题 他也成为纳格尔斯曼最器重的后防大将之一 本赛季 俱乐在联赛里出场19次 其中首发出场的次数为14次 在欧冠联赛里出场4次 全部为首发出场 不过 在续约方面 俱乐与球队的几次沟通都不欢而散 据悉 拜仁方面给他开出的年薪只有不到1000万欧元 这让俱乐感到自己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从当前情况来看 俱乐的转会已成定局 据图片报称 俱乐已经与多特蒙德完成了签约 他将在赛季结束后 以自由球员的身份完成转会 对于俱乐选择为拜仁的直接竞争对手效力 绝大多数球迷都感觉难以置信 他们本以为俱乐会前往其他联赛效力 除了俱乐之外 球队另一名主力 格纳布里与球队的续约也困难重重 本赛季 格纳布里的状态相当出色 已经打进了10个联赛进球 在队内射手榜上排在第二位 据悉 格纳布里希望获得与金斯利科曼一样的薪水 但拜仁方面并不打算满足他的要求 据天空体育称 这名身价7000万欧元的边峰 有望在赛季结束后离队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